我是一个80后 我们这代人的话 就是说经历了很多东西 刚才还在看那个 除老的那个 一个短视频 在看这个短视频的时候 特别感慨 就是说一个90岁的人了 其实他仍然能够 具备非常好的一个 思想的一个能力 以及思想的一个高度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优秀的企业家 永远都是少数人 我今天会想分享的是 这个关于全球化的东西 那其实关于全球化的话 80后的人的话 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在一开始的话 大家会在那边讲 就是说今天刚刚主持人 也在说我们是做 电子竞技这个方向 那电子竞技的话 其实我们接近于 是一种互联网体育 我们会在那边讲 其实过去的话 就是无论在整个科技的发展 也人类的历史发展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说文学的话 其实发展了很长时间 音乐也发展了很长时间 那么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说在通过 历史的时间来比的话 就是说大家在一起 差距一旦形成 是很难被突破的 我们看到就是电子的话 在过去的100年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例子 中国人的电影 现在就是在过去的话 做的不是太比 美国人要好 那么其实本质上来讲 他们发展的时间 比我们要长很多 那么到互联网的话 其实这个时间的话 我看他们写的是50年 我觉得是太长了 那就是说其实可能 有个30年的时间吧 那这30年时间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代人 非常幸运 从我们出生开始的话 就国家对于这个行业的话 一直都非常保护 才有了今天的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 能够和美国的互联网行业 能够在全球 能够平起平坐 其实当我们开始 平起平坐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就中国的机会来了 我们前段时间的话 去到英国 那英国你也知道 就是那个地方的话 其实很讲究 过去沉淀的东西特别多 但是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讲 这个国家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片沙漠 我们到那边去进行一些 互联网的体育赛事的转播 我们带过去了12箱设备 基本上当地的同行的话 有8箱设备 是不知道怎么用的 他跟我说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设备 那其实就代表一件事情 其实这一种差距 正在渐渐地产生 所以说我今天 会特别想讲的是 就是全球化 那其实我们在讲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 那这也是我们在讲 中国的企业 正在被海外 越来越被认可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Google 在去年亚洲的那个 这个发布会上面的话 就是说大量的 中国的企业在被点名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企业 深受其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自己最大的感受是 其实Google在发展 亚洲这个市场的时候 在发展它自己的 一个市场的时候 它也在越来越多地 依赖中国的一些企业 他们也在越来越多地 在向中国的企业 在学习 中国企业这些运营的经验 那我们又看到 就是说其实在去 在去年的时候 在去年的时候的话 其实苹果在亚洲地区的话 主要的一些电竞的赛事 都是由我们来主办的 那当时的话 就是说其实苹果的话 他们多位高管 也都是来到我们企业 来做一些交流 在做交流的时候 我们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感觉中国的 这个全球化的机会来临了 其实就是说 过去你会发现 在上一个时代 对吧 苹果才选择了一件事情 把自己的手机 放在中国来生产 那么现在他发现一件事情 他全球化的电竞的赛事 也正在依赖 中国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来帮助他们来实现 这在过去是 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到了美国 最大感受是什么 最大感受是有些地方 其实还不如中国 如果说 他们在前段时间 在问我说 这个关于区开链的东西 其实其坦率来讲 中国的人民币 是全球电子化成度 最高的货币 我们到美国都很不习惯 说还要带现金带卡 但是在中国的话 其实就是说 大多数情况下 你带个手机 就可以出门解决 你99%的情况 甚至于我前两天 我昨天的话 在亚伯利的话 就是说我们坐车过来 在路上我想买瓶水 是在这个山沟沟里的 一个小的加油站 有个小的超市 然后我一样可以拿我的手机 来做这样一个支付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话 我们所在看到 这一代互联网机会的时候 其实背后的机会是什么 背后的机会是 把所有这些机会 向全球去复制的一个机会 刚才我看到 除老代在讲一个东西 什么叫经济质量 经济质量的话 就是讲利润率要高 那其实坦率来讲 那我们这个行业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始终保持在 百分之五六十的一个毛利 那么其实也代表着 这样一个行业 具备向外来发展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们说 去海外发展容易吗 有的时候觉得也挺难的 跑到很多国家 有时候发展了一年 跟别人一交流 人家说哎呀 老爷你被宰了 对 我们被宰了 我们一样还在那边赚很多钱 这就是你企业的经济质量高 你的利润高 你才能顶得住 其实在出海的时候 你的一个学习成本 你买的所有东西都要比别人贵 这样我想想看 二十年前 那些老外跑到中国来发展的时候 他们买的东西 是不是都是买的最贵的 现在想想是 他们都买的都是最贵的 咱们自己在中国做企业的时候 都是精大细算 那我觉得这是在看到一个机会 当中国开始出来 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的时候 中国的企业就开始具备了一个 出海的一个能力 这个 就好像少了一页 就是说其实在过去的 就是说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活动 是有关Facebook 在中国举办的一个活动 其实他为什么要来中国 就是他发现一件事情 在他自己的前五十名的广告客户里面 已经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广告主 来自于中国 那其实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进一步再看到一个机会 是说海外的一个机会 正在向中国的企业在开放 而且中国的企业 目前来讲的话 无论是我们的硬件 无论是我们的科技设备 还是我们的互联网水平 在全球都具备非常强的影响力 和非常强的博弈能力 其实真是一个向外走出去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也看就是说 在向外走的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我们作为企业来讲的话 在今天就是搬门弄斧 因为今天很多前辈都在 那我们想做一个小的分享 就在于其实我们非常 我们在过去的就是说 三年时间里面 我们非常好的做了一个 就是一个全球的雇佣体系 实现了一个本地的一个 一个落地的一个 应该讲算是我们自己企业的 一个小的创新吧 那在每 我们在每个季度的话 我们在全球的话 每个区域的负责人 都会回到我们北京 来做一些培训 其实我们发现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很多在中国 你觉得是一些很简单 很浅显的道理 但是你会发现 推出去的时候 推不下去 为什么呢 价值观不一样 那么就是 你在说一句话的时候 它跟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其实在过去的话 我们非常注重一件事情 就是说 每一个海外地区的 一些信息的同步 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样一个好的时代 给到我们这样一个企业 一个机会 包括就是说 今天早上 我在参加我们的一个 同学的一个论坛 那个米文娟 对吧 他们那个 他们做那个教育的 他们在美国的话 雇了几十万名老师 来为中国的孩子来上课 其实我们都在讲一件事情 这为什么 就是因为世界是越来越平 越来越接近 我经常有的时候 都挺不好意思 我终于在今年的 这个一月份 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今年一月份 去的杰卡达 就是印度尼西亚的亚加达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 单个国家 我们有六千万的注册用户 然后我从来没有去过 我们在那个地方市场 我做了三年 我从来没有去过 我通过Google 通过Facebook 通过苹果 通过中国的华为 通过中国的OPPO 我们通过这些企业 进驻到了海外 在海外取得了 非常多的用户 但是我从来没去过 但我今年 一月份 我说我去一次 去了以后 就感觉跟我想象中 那个城市完全不一样 尽管我们在当地 也招了很多人 但是就是说 其实当真正去到 那个地方 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原来就是 这个伊斯兰国家 跟我想象当中 还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去的那个巴厘岛 好像和雅加达 还是两回事 对吧 那其实我们在讲 就是说 其实这个互联网的发展 正在把这个世界 拉得越来越平 整个信息 拉得越来越对称 其实我们在出海的成本 已经变得越来越低 这是其实每次 我们都在分享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 最大一个感受 作为年轻人来讲的话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过去 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也和中国的学校 也做了一些合作 包括北京大学 和中国传媒大学 那我们也有相关的 专业的开设 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话 还是非常锐意进取 就是说 他开了就是中国 应该讲 就是说第一个 这个全日制本科的 这个电子竞技的 这个专业 其实电子竞技 这个专业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当时都觉得 非常惊讶 就是说 我们没有想到 会这样一个高校 会开这样的专业 但是我们当时 开始跟他在交流 他们非常诚恳地 在跟我们去寻找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有哪些合作的点 哪些课程 可以去开设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能感觉到 一件事情 就是在于 教育的一种落后 和教育 它本身 对于一种 自己的突破 和发展的一种需求 其实过去的 二十年时间 整个互联网的发展的话 给这个世界 带来了很多变化 我们很多 在过去 我小的时候 在学的东西 其实我发现 现在大学里面 还在教 那其实那些东西的话 现在电脑 都已经可以干了 现在很多云计算 很多AI都可以干了 但是还在教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毕业了以后 真找不着工作 我们看到他也很头疼 学的东西 都是我们不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东西 他什么都不会 我们希望他了解东西 他甚至于不知道 他还在写他的论文 那其实我们发现 中国的教育机构 正在做这些 大的力度的一些改革和变化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 从我们青年企业家来讲 是一个非常感到 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企业 中国的企业 在对外在扩张的时候 本质上来讲 每一个校园 每一个大学 都是我们的供学的机器 如果供学的机器 它不能造出好的血液 对于我们来讲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们很多大学生 都不知道 一些新的互联网上的一些东西 还在看一些老的一些东西 甚至于在学一些 我20年前还在看的一些书 什么 我印象特别深 我当时面试过一个学生 然后他学的一些 他是学国际贸易的 然后他跟我十年前 学的国际贸易的教材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简直惊呆了 我觉得难道这十年 这个国家没变化吗 还在用一样的书 在教学生 他觉得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样一个改变 正在越来越多的 正在产生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话 有一些领导在演讲 我刚才都很惊讶 一个省领导 过来在演讲的时候 其实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他仍然是摆出了 非常好的一个营商姿态 去欢迎企业家的入住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时间 也非常强地感受到了 这个国家的营商环境 正在大幅地改善 我甚至于在看到 有些自媒体 一些公众号 一些审议级的领导 他们出来说话的时候 已经具备很强的一种 想要去改善 营商环境的一个愿望 所以说其实 从我们角度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好的时代 也非常感谢亚伯利 给这样一个好的时代 搭建了这样一个好的论坛 让我们这样一些 年轻人可以有机会 过来向各位前辈去做学习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